感知中国力量军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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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实呈现出来 正在飞往空战区域的是 红方的两架战机 其中 掌机飞行员是曾经两次 在全空军自由空战大碟舞中 赢得金头盔奖的 空军航空兵冒团团团长 蒋家继 此刻 蒋家继他们正要进行一场 2对2的模拟空战 这场空战的背景 是蒋家继率领一架较机 对两架进化的蓝军战机进行完结 而扮演蓝军的两名飞行员 是他多年的同学和战友 在起飞之前 蒋家继就已经认识到了 这次任务的艰难 由于对手势力强劲 蒋家继在向他们靠近时 采取了不同仪法的办法 我和我的辽机 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密集队型 采用密集队型 就是为了让它的雷达 不容易区分出来 是两架队型 它肯定是知道我是两架飞机 但是它肯定是区分不出 我们两架互助的意义 谁是掌机 谁是辽机 蒋家继让蓝军飞行员 在雷达上只看到了一个目标 它要么是密集队型 要么是在另一个地方 正在实施机动 我们搜索不到 不管它是分开没分开 我们先打掉一个再说 打掉一个以后 就一旦它对向我们 我们有告警 我就大概方位知道 知道以后 我们两个人在合伙 打它一个的话 应该问题也不大 我当时一看它们的速度显示 怎么这么大的 就是它们肯定是想增加 导弹发射包线准备进行抢 蒋家继的辽机 是一名心思心员 如果他们和蓝军 这两名空战老手 硬碰硬的打对攻 很可能处于劣势 蒋家继必须再想对策 动物量 边队解散 火载灵高度 速度没有报酬 你负责把他命干 动物量明白 动物量明白 就在蒋家继他们 即将进入蓝军导弹射程前 蒋家继脱离编队 迅速躲进云藏 他要化被动为主动 顺势转到九十度 我做了一个半滚 下降高度 到低空去 进行低空突击 然后他硬货 就张胜黄和马蹄 去打他 蒋家继的辽机 负责引开蓝军战机 而蓝军战机 也不会轻易放过 这个固土一的机会 瞬间 蒋家继的条机 属于极度的危险这种 尽管蒋家继的辽机 处境十分危险 但现在的情况 和蒋家继预想不一样 辽机成功吸引了 蓝军战机的注意力 蒋家继完全有可能 对蓝军的两架战机 战争攻击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胜利的时刻 马上就要到来 但是蒋家继没有想到 自己的辽机 没能再多坚持一会儿 我们应该是双机 同时夹击 就能把他打掉 但是因为那个飞运员 比较年轻 他回到世界稍晚 他一转到整个过程 整个因为飞机的面比较大 就被张上海 马迹发现了 两架飞机就奔着他去 驾驶辽机的年轻飞行员 急于进行反击 空中转弯 不仅降低了飞行高度 并让蓝军飞行员 抓住了机会 在蒋家继还没有来得及 锁定蓝军战机的时候 他的辽机 却已经提前被蓝军击入 空战的态势 突然发生了逆转 严峻的考验 败在了眼前 接下来 江家继只能面对一打二的局面 那么他还会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金头盔 金头盔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荣誉与骄傲 获得金头盔荣誉的战斗机飞行员 都是在一场场空战中打出来的 在空军战斗机自由空战大比武中 能够获得金头盔的飞行员只有十多名 而蒋家继曾经在2011年获得首届金头盔奖 第二年有馋人这一殊荣 蒋家继正是在这一场场紧贴实战的训练中 收获着进步与成长 2010年 蒋家继执行了一次实弹打扮之后 蒋家继的第一次实弹射击 成功命中了攻击 带着成功的起日 蒋家记安全反航 然而他没有想到 没过多久 一个更艰难的任务 突然压到了他的肩膀上 打击的制空时间所剩无几 蒋家记能否做到一击击重 激烈控战 面对一打二的局面 蒋家记又想获得什么样的战绩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空战进行时 返航后 已经完成打把任务的蒋家记 被安排为备份级 一般情况下 他等待下一个架次的实弹打把 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这一次 他的备份时间 被大大压缩了 备份机紧急起飞 机械体实弹拿马任务 机械体实弹拿马任务 复卫 然后开车 把他出 怎么说 跑到就直接上 五公九公时间还剩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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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一半 五公一半 起飞我连家里都没关 这个第一次不远 第一次打的时候 还有一种兴奋 激动 第二次感觉很紧张 很着急 就赶快想把他截火 升空后 蒋家记接导弹 是对一个新飞行员来说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把机的枕空时间 比平时要短得多 就是要快速截火的目标 你要是上空中 你发现不了目标 或者截火不了目标 你抓好几钱 肯定没时间 对一个新飞行员 及时发现目标 蒋家记的心理稍微稳定一点 任何的延误都将让蒋家记 错失发射导弹的机会 自己告自己 把社会失踪检查好 不能再出错 如果一旦有任何差错 他对飞行员 他肯定也会形成一种心理上的阴影 在紧急升空的情况下 第一天执行他把任务的蒋家记 再一次发射反弹 继续命中的打击 在那打实弹之前 我们就是一个驾驶员 打完实弹以后才是真正的变成一个战斗员 就像陆军的打枪 你平时再怎么训练 你没打个实弹 你怎么叫战士 按照通俗的说法 他就是一个人的承认你 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搬随蒋家记的总是一个又一个艰难的任务 这是一场空战演变 原本蒋家记率领一架辽机 对两架来犯的蓝军战机进行拦截 但此时因为辽机已被击弱 蒋家记面临着一打二的局面 危险空域 两架蓝军战机已经发现了蒋家记的位置 发射红射战机 发射红射战机五点钟位置正在快速月车 停到尼亚黄机上 就是我一个半轮送他下去了 他也看到我了 因为我是高高度 他一个筋斗就拉上来了 他往上拉 我往下扣 他就上去了 我们俩在垂直翻一台筋斗了 蒋家记和一架蓝军战机 耐心与蓝军战机进行缠斗 只是另一架蓝军战机无法参战 二打一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 后来我就有点心急 老想拉到他尾后 拉到他尾后 就拉得有点猛了 飞机到极限状态了 就不敢拉了 他敢封出去 这时候他发布这个机会 立马拉到我尾后 蒋家记终于获得了锁定目标发射导弹的机会 而在近距离的缠斗中 蓝军战机很难再有逃离的机会 为了阻止蒋家记攻击这架被咬住的战机 另一架蓝军战机 已速向蒋家记发射导弹 尽管面对危险 但下定战斗决心的蒋家记 仍然对那架被锁定的蓝军战机发射导弹 瞬息之间 蓝军的一架战机被蒋家记击落 几乎同时 蒋家记已以大挂载的动作 躲避了另一架蓝军战机发射的导弹 击落一架蓝军战机 蒋家记和最后的一架蓝军战机 已经形成了一打一的局面 蒋家记选择再次入云寻找机会 他入云 我在上面等 在云上盘旋 等他出来 他跑还能跑哪去 我就再等他出来 我再跟他打 入云后 蒋家记没有向蓝军飞行员所预料的 直接穿云出现 而是调整航向 从蓝军战机的后面钻了出来 我就在云下 针速拉开距离 从另外一块穿云出来 张苏豪是反应官 他就知道 我肯定是从低高度过来突击他 最后他就取高度优势 他就准备往上面拔高 从回转通四八刀 准确判断出蓝军飞行员的下落动作 蒋家记不会给对方反击的机会 他立即发射了导弹 但这枚导弹并没有命中目标 蓝军飞行员不仅做出大幅度的动作 躲避导弹 并且凭借高度优势 立即加速冲向蒋家记 试图在进展中 寻找摇尾的机会 红蓝双方的战绩 缠斗在了一起 此时谁能抓住机会 想先攻击 谁就有可能在这场空战中获胜 我们进入这样 通时进入了一个反转 交叉以后 我们这样互相看不到 看不到 等我回头看它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手上那个动作量 小那么一点 就相当于我走的半径大的 它走这个半径小的 我这个时候导弹构不出发射条件 它刚刚能在这个导弹发射条件的 那个相当于一个边缘上 抓住这么一次机会 这些人就把弹案打出来 蒋家记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 发射导弹 它把这架蓝军战机最终击入 空战结束 蒋家记又一次凯旋而归 新的一天 蒋家记又将参加一场新的空战 对他来说 每一次升空都要面对 在不断进步的对手 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据蒋家记说 今夜他又将率队参加自由空战 拖去金头盔的殊荣 因为渴望战斗 逢敌亮剑 突破极限 是每一名中国空军飞行员 永不磨灭的追情 他们是防空导弹部队的一线战斗成员 他们曾不自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而在熟练掌握手中武器的背后 使他们艰辛的付出 军事纪实记者带您走进女子发射连 感知铿枪女兵的新风采 军事纪实下期播出 捣乱女兵背后的故事